黄紫娇 她刚从MeToo风暴当中获得了不起诉处分 没想到在检察官查的过程当中 意外查到了她还购买了未成年少女的不哑片 现在整个事件炸锅了 外界更好奇的是 在她背后到底什么大咖给她撑腰当靠山呢 这个消息曝光之后 演艺圈的天王天后居然离奇的一片静默 大家是在怕什么吗 演艺圈第一个开轰黄紫娇的女星 居然还要付出一句恳请大家 以后如果没工作要麻烦你们了 这几乎要变成了台版N号房 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暗黑产业链 谁让演艺圈刮起了寒蝉效应呢 我跟主持人报告一件事情 其实黄紫娇的案子在司法的部分 它是不起诉 那像是购买不哑片的部分则是被罚钱 但是呢这件事情你本来可能以为它告一段落 什么我所谓的告一段落是什么意思 就说如果你黄紫娇因为这样的在法律的部分是这样的结果 可是你能够继续诚心的向过去你所加害的那些人道歉 并且保证自己不再付出 因为你已经做出了无法原谅的事情 就像黄紫娇讲的 你这些如果真要要醒私 你就去劳理洗私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没关系 你至少不应该再演艺圈继续付出 可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怎么看都觉得 黄紫娇好像已经从缓刑也好 缓起诉也好 不起诉也好 罚钱也好 和解也好 然后渐渐的已经太阳进阶到要付出了 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就开始觉得 这样的人我们还能接受他吗 好 现在有个讨论的重点 就是他刚刚我提到的购买不亚片的部分 那么这么购买不亚片呢 检察官的说法 是因为当初要去查黄紫娇的电脑 他的硬碟 有没有跟刚刚我说的这些性骚扰 性侵害这些未成年少女相关证据时 意外杠上开花 查到他在论坛里头 这些偷拍的论坛 未成年少女的偷拍论坛里头 去买了七部的不亚片 好 就在这个时候 除了不亚片被检察官意外查出之外 还有现在加害受害者又变更多了 又加害这个黄紫娇加害的人 又多一名受害者 K小姐 K小姐的自称是这样子 她说当初她在念大衣的时候 曾经参加了黄紫娇的节目 然后结果黄紫娇就跟她留下了通讯的方式 并且邀请她到她家去拍艺术照 但艺术照进而变成是拍裸照 裸照最后进而变成是被性侵 我用K小姐的心境去揣摩 所以我这个时候 我本来已经决定要算了 但现在我看到这样 我决定一定要再讲出来 而且Zofia讲 自从K小姐决定 还是要把这件事情 再放在这个阳光底下 而且K小姐还说 她有证人 要证人有证人 要证据有证据 就Zofia说 果然 现在又有更多的受害者 又跳出来了 你看好了 我告诉你 黄紫娇 如果你还是有让人家觉得 你并不是真的有悔意 你只是在为付出做准备 你很可能 原来所做的这些 你所想的法律攻防 最后可能又会重新再来 伯众朋友 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 刚刚提到了 买都不应该买的 未成年少女的 这一些画面跟影像的 所有的时间点 对不对 甚至还有去年六月 MeToo事件爆发之后 还在买 关注说 如果这个时间点 一切都属实的话 人家讲一句话叫做 自作孽 今天如果黄紫娇 自己做出了这些事情 外界对他基于道德的 提出了高度 提出了批判 提出了所谓的看法跟评论 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为什么所有的演艺圈 现在似乎一片静默 演艺圈自律 就是诚如主持人所说的 你这些 一谈的 歌谈的 演艺圈的 大哥大姐出来讲话 但很奇怪 这些大哥大姐 他们说的话 要么余待保留 要么呢 就是选择要原谅他 其实我跟各位说 任何一个根深人也好 犯过错的也好 我们原谅他 这个绝对是无可厚非 但是原谅也是 这个人已经付出过代价 我们才原谅吧 我们先来看吴宗憲 吴宗憲他有 当初在 还记得黄紫娇 不是一开始 他被爆出 骚扰性侵 这件事情之后 其实 吴宗憲有在黄紫娇自拍的影片当中 有被黄紫娇狠狠的 念了一顿 骂了一顿 不过他现在 既然以德抱怨 他说 算了 放过人家妻女吧 让社会大众 高台队 贵手 不要为难 孟耿如母女 其实我觉得 没有错 就是 一人做是一人当 黄紫娇你犯了错 你去担 但是呢 对于他们的 亲人 我们放过他 这是对的 但是 孟耿如这边 也有做谁 一些事情 是社会 可以公平的 就是你发的那些文 你反而是 提油救火的部分 那这部分 社会 如果有人 大量留言 大量洗白 认为你孟耿如 不该为了 护你的老公 而留下了 似是而非的 贴文的话 这个我觉得 就不能够 原谅 好 现在我们看到 吴宗憲的 这些 说辞 看起来 就是 有点不智可否 不过 白冰冰的说辞 就引来 社会 很两极的 看法了 白冰冰怎么说呢 他说 他认为 黄紫娇的状况 如果 这个 网路上的留言 或者民众 继续再去 对他 踏法语 追杀的话 怕 吕善君 汉事重演 我这边一定要 讲 这完全是两码之事 很多网友也认为 这两码之事 李善君是因为 疑似吸毒事件 然后还没有在 被法律定罪之前 就已经未审先判 所以李善君是 为了想要捍卫自己 清白才去清身 所以他那件事情 是没有定案的 无头公案 然后他 为清白而清身 你现在黄紫娇 是确定有这件事情 不然你干嘛 出来跟道歉 那你确定有的事情 你却把他说 如果你再继续 指责他 如果社会不指责他 他会付出 所以今天我们从 白彬彬的这个回应 中国看一比较 大家一听就清楚了 一个是今天 检察官的调查里 清清楚楚 白纸 黑字的发生 所以今天这题 被我们拿出来讨论 结果用这样子的评论 大姐大 用这样子的评论 是不是妥当 大家可以做公断 倒是 在演艺圈 第一个跳出来 认为黄紫娇 你不应该做这些事情 的是谁 林允熙 我们与二的距离 的林允熙 结果他今天 跳出来之后 他居然 意有所指的 指出了一句 拜托大家一句 如果我失业了 没工作 请大家多帮忙 什么样的一个 暗黑势力 让他讲出这句话 都这么害怕呢 我觉得从他的 说辞里头 真的看出来 演艺圈背后 是不是有一股黑手 在阻止大家 指责黄紫娇 我把他的讲的话 稍微放大给大家看 这一次事关重大 非同小可 不能不讨论 丢工作也要站出来 请问林允熙 当然林允熙的分量 虽然没有白痞痞 没有无中线 但至少他也是一个演员 那他敢讲这样的话 而且是接受公开采访 还突然讲出了一句 很有猫腻的说 丢工作也要站出来 请问他指的丢工作 是谁要让他丢工作 难道现在只要 有人讲到黄子娇 不该涉及到 儿童心理师 儿童性婆娑 不该买不样影片 就可能丢工作 那谁要让他丢工作呢 这一个被你形容 是提油灭火的 一个声明文 由律师事务所 他们拟出来的新闻稿 被小燕姐的粉砖 PO在置顶的位置 这个说明什么 今天很多人在讨论 小燕姐你到底知不知道 这件事情是提油救火 再来 今天大家讨论的是 小燕姐对于 黄子娇的种种行径 跟小朋友之间的那种 超越奋济的互动 是不是早就知情呢 所以组成帮我突破盲场了嘛 你这些律师 你死板板的不知变通就算了 请你小燕姐当初创设的这间 我们说的经纪公司 你既然把这边贴文置顶 是不是灭火 提油中的提油 那结果呢 有人就说 哇 那难道 演艺圈大家很多人 近身不敢指责黄子娇的原因 背后 是不是就是因为 看在小燕姐的份上吗 而小燕姐到底对于 黄子娇的种种这些劣迹 过去有没有迹象 可能她已经落水之前 我们就有这段影片了 是 这段影片是当时黄子娇 在主持节目当中 因为这个小女孩她获胜 结果呢 她对她 在 恭喜的过程当中 大家看一下刚刚的动作 是食指紧扣 食指紧扣 一般我这样讲好了 你对于小孩子 本来就应该要保持 更谨慎的身体接触 你大不了几个掌 握个手都没关系 你食指接触 结果小燕姐一看 就立刻把黄子娇推开 就说你怎么可以跟人家 你看有没有打他 你怎么做这个动作 你不应该这样子 这个多少年前的 录影的片段 那个时候小燕姐 在当中做出的 那个保护小朋友 把两个人拉开 难怪会被大家现在在想 难道小燕姐 一开始就已经知道 她有这样的一个 跟小朋友 特别超乎奋技的互动吗 再来 卫福部非常值得 我们来看 卫福部在第一时间 就断绝了 跟黄子娇的关系 为什么 她的理由就是我们 社会期待的理由 你怎么可以这样 跟小朋友互动 就我说的嘛 儿少姓波衰嘛 所以卫福部现在 她也硬起来了 她说呢 以后绝对不会再 跟黄子家有任何的合作 因为她们对于 儿少姓波衰是 零容忍的 真的吗 真的你卫福部一开始 就是这样 铁板定定的 铁了心 不想跟黄子家合作吗 结果就有人爆料啊 就有人就讲啊 就说 其实卫福部当初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竟然还 做得很勉强 你看 有人现在就讲 立委 就是我刚才说的 王世坚 她说 卫福部保护市长 张秀渊 曾经说过 你们要卫福部 去跟黄子家 解除合作 这件事很两难 战争教育的立场 如果事事是合 而且她也愿意 继续从事公益 那我们就应该 给大家有重新学 一直就是说 再给她一次机会 我本来有给你 让子回头的机会 你把这个机会 统统捣碎了 不然你要给她 让子回头 你也要看什么状况吧 所以也难怪王世坚说 他觉得这个市长 该下台 好 这个政治的事情 我不碰 我只想讲一句 如果你有任何的 一丝一举 是想为自己付出 做准备 而被人看破的话 也难怪 社会砸锅 群取 无法原谅 五七报新闻的 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 四月六号 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九点到十一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 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登天看 再一次 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 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郡相 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花真相 咱们咱们咱们 我看 我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